Leo聊事記 天天用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西米亞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最極場地圖 先來看一下這個選手 是MORG11 來看一下他選擇的文明是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特色是 擁有免費的挖金跟挖石技術 他的槍兵的增上是非常多的 他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化學的關係 所以火槍兵城堡時代也可以用 他的強弩在城堡時代也會變成 8點攻擊力的傷害奴兵文明 波西米亞人比較特別是他的寶兵 波西米亞戰車 這個單位是打直層寶兵 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單位 所以在競技場也會看到這種壓寶策略 就算不打前期的話 後期的波西米亞人也有榴彈炮 加上槍兵 火槍 波西米亞戰車 然後這些輕騎兵或是重裝騎士的路線 都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後期的僧侶科技是全滿的 而且只要點下金冠 不是太改革 可以讓僧侶的科技跟製造 都是不需要黃金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道特 這邊是選擇了立陶宛 那立陶宛跟波西米亞人 其實有點相似的地方 是在他的僧侶部分 都是一樣全滿的 所以後期打宗教戰爭的話 可能還是波西米亞比較有優勢 那立陶宛是擁有波蘭義騎兵的升級 所以傷害是跟一般的大龍馬是一樣的 因為他沒有三攻 那他的騎兵路線呢 是遊俠跟列提斯 傷害都可以非常高 每撿一顆聖物 都可以加一點的騎兵跟列提斯的傷害 但千里斯你要撿刀才行 那立陶宛他的打法比較適合 打這個騎兵路線之外呢 槍兵跟毛兵路線也是相當適合的 有這個移動速度的加成 所以可以在前期喔 多用這個槍矛前壓去搶聖物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競技場這張地圖 那競技場地圖其實我們頻道很少講 也是因為直接選手嘛 其實很少打競技場 也有可能是因為競技場的變化變不大 打法有點太自視了 如果你喜歡這種固定模式的玩家 那競技場是很邪 是很適合你們 像我是比較喜歡玩阿拉伯 競技場我也是蠻討厭玩的 因為每把打起來都是87%像 人打的戰術就那些 遇到文明就那些喔 所以打久就有點膩啊 那有可能直接選手們也是這樣子 都知道天梯上會遇到文明是什麼 那果不其然喔 對手就選了一個競技場 現在也是不錯搶的文明 好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人遇到立陶宛人喔 這一個對局來說的話 如果列提斯能夠順利的產出 加上立陶宛拿到四個聖物或是三個聖物的話 可能就有優勢喔 可以打得贏波西米亞 立陶宛這邊要贏起來的話 就是要先搶聖物 欸DOT這邊是搞了什麼東西 哎呀17村兩人挖石策略 然後五隻村出去插劍塔的塔弓啊 來了來了 這個壓制力非常強大 但是波西米亞人打了一個布 欸DOT這邊上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是顯示俄羅斯文 欸怪怪的 欸DOT 欸這是俄羅斯嗎 這是什麼文呢有點看不太懂 哈哈DOT的聖機怎麼會出現這個字呢 好那這邊波西米亞21P上去 應該是要透過買賣 來升上 城堡之代喔 但他這個資源量看起來就是升不上去喔 這邊圍了這幾個房子之後 冰空場反而蓋不下去了 他只能蓋個四級就是極限 而且這邊要趕快插劍塔防守了 好DOT打的一個是非常快的一個 潛壓策略喔 我們這邊臭民趕快拉過來打架 這裡波西米亞人要打贏的話 村民要拉多一點喔 好這邊先把殘血的收掉 能不能收掉一村 能收掉一村就很賺 但是DOT這邊是有個細節 是個連環塔 這個連環塔可以守到後面這個劍塔 只要村民駐守在後面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一村可能要死了 完蛋 波西米亞直接-1 好接下來接下來這怎麼辦呢 兩邊開始對射 好裡面有五層 好這一村趕快再回來 增加一下箭矢的傷害 好 OK 那現在DOT點下輪走 波西米亞點下了4級 那波西米亞這邊重點喔 還是要趕快升到 帝王城堡時代 這邊的話可以直接拉10槍防守 也不是問題的 拉木槍我是覺得有點 太偷了一點 好這裡再一拳就死了喔 一拳超人 你們拿下 沒辦法 上面的村民直接手撕箭塔 順利拿下 但是還是被射死了一村 好這個10牆有機會補起來 OK到這幾隻村民沒有辦法 往回走囉 這4隻村民就只能在前線了 好那這邊最重要的事情 趕快把這個箭塔為石牆 然後要繼續補下一根箭塔 一樣走一個連環塔策略 那波西米亞這邊可以趕快賣石頭 買一下木頭 然後點下冰工廠 趕快點下 欸已經有冰工廠 那這邊賣一下石頭就有了 那個210 或一個100木頭 好這邊在蓋箭塔的時候 就應該趕快 村民直接扁死肉 OK 村民趕快拉過來打架 OK這些種田的村民其實不重要了 趕快拉起來過去打架 對對對對對 這個就是要趕快防守 拉村民去扁就對了 防守方的優勢就是村民多喔 村民就是你的主戰力喔 你讓他蓋起來的話 那你 就不好受了 當然完蛋了 本來是被蓋起來了 但還好 好波西米亞這邊已經 升到了城堡時代 雖然經過了一波三折 還是勝利的升級上去 那接下來的畫面應該就是 各位在天梯的競技場所常看到的畫面了 波西米亞戰車出來開始碰碰碰 這就是競技場的 的生態啊 所以說這是這個遊戲的生態 就是競技場 好 就會看到這種 比較強力的 保兵壓制的打法 好 這邊想要來挖金礦 但是這邊直接把金礦給圍起來 道特直接圍了 一堆石牆 但想要打破有點困難 打不破吧 後面拉回家 好 金礦在後面其實也是有的 這裡也有 但是道特這裡要小心 對手的波西米亞戰車 並沒有打算放在家裡 而是在野外的部分 道特這時候還沒有意識到 自己家裡可能要大難零頭了 好這裡要趕快補一下農田 或是要趕快靠買賣升級上去城堡師代 立陶宛這邊 道特現在只有四隻村在裡面搞事 好 但波西米亞這邊支援 確實是比較少的 但是城堡已經蓋好了 道特要完蛋了 家裡還在封建時代 沒有東西可以擋 難道道特要被秒殺了嗎 好 這裡圍一下 圍一下石牆 但中間這個城門有點大洞喔 難打了 補一個箭塔 開始箭塔防守 道特城堡師代升級上去 完蛋完蛋 戰車進來了 開始在點村民 好 箭塔蓋好 拉走 但箭塔講實在的 也是射不太動這個 博士派戰車阿 博士派戰車最終還是要靠村民去守司 或是要靠頭子車 但村民去守司 但是喔 肯定是互相傷害拉 但是 人 人 人 現在 能打 戰車的方法 就只有 村民去扁了 OK 村民直接扁掉一台 OK 那這裡是村民反制的唯一方法 打這個 胡士派戰車呢 有6點傷害阿 所以 翹下呢 至少有那個10點多的傷害值 所以傷害值算是不錯的 但是被打也是很痛阿 好 這邊把三台戰車解決掉之後 立陶宛 道特 現在是比較 處於一個 尷尬的情況 現在家裡的村民也被追殺當中 欸欸欸欸 這裡有點危險 這個村民能不能落幹呢 看一下 卡一下 哇 用村民卡一下對方村民 讓這隻村民有機會 逃離 城門裡面 OK 進城 欸想進去嗎 欸 如果要是他進去的話 就直接關本獸了 好 看道成沒有成功讓這手進來關本獸 好 胡士派戰車又再次出來了 好 現在趕快升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黃金趕快重新開挖 後面會黃金了 好 OK 不然就要靠買賣了 工程器製造所是一定要先拍的 不然家裡會突破血流 直接補TC 工程器製造所不補 反而是在對手家裡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想不到吧 等等等等怎麼辦啊 如果這邊補工程器製造所 不就意味著家裡沒有了嗎 好 這裡繼續用村民手撕 我的天 道特的村民跟我的村民的傷害力好像不太一樣 他的好兇啊 只有手撕了兩台戰車 好 上完這邊再一次打架 這邊建塔也建起來了 完蛋 倒特 家裡還能狗嗎 這個投石車要進去 防守才行 他現在出去的話 有可能會被 箭塔給射掉 好 這邊再繼續圍 倒特家裡的問題 暫時 沒問題 這是投石車 要不要趕快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防守一下呢 這裡補了一個修道院 好 投石車出來了 目標是哪裡呢 先砸掉這個箭塔嗎 趕快按一隻生鋁 哇 這個投石車完蛋 插一下 沒預判成功 臭民趕快扁一下 後面這隻村民 我們這個箭塔又設11吋 尷尬 倒特這個殘血被拿下 好 後面看到成的東西 選擇了撤退 OK 現在終於有穩定的黃金來源了 就到院終於可以按下一隻生鋁 好 又有一隻村民過來想要直接手勢投車 但投石車最後還是被修理了起來 看起來 倒特還是有點可以給到對手壓力 好 更多村民拉過來了 但這邊有戰車來幫忙 戰車先躲掉第一發 後面稍微招翔 投車拍了一下殘血 再拍一下 直接砸死了一隻 把一隻前面的村民給招翔起來 接下來這些村民 就可以輸出了 好 趕快趕快修理 一個修理 一個打 投車絕對不要亂拍 好 波西米亞這波有點小虧 投車沒有砸到 好 這兩台 投石車 在砸 還是要過來手撕工程器製造所呢 好 戰車已經成功控制住了 這裡的黃金礦 這邊黃金礦直接拉了一堆村民過來 直接開扁 不管村民了 直接扁就對了 好 下面這裡越來越多戰車回來防守 現在投石車現在只有兩台 要三台才可以秒殺一台 不是派戰車 所以現在倒特有點尷尬 好 現在穩住局勢 你攻我家 我也攻你家 現在兩邊鬥智鬥勇 很緊張 這一波 投車 能夠跑到右邊控制牧區 對於倒特來說是非常賺的一件事情 好 往上 這邊讓他收村了 有收村就有賺 往前拍 能不能拍到多一點村民 看起來有點困難 好 OK 這些戰車是他的最後希望了 好 拍了一下 謝謝 好 拍了一下 砸死了一村 有出來戰車過來 但是不敢過去 投車互砸 換掉了一台 好 這一把也換掉了一個 OK 一換一 好 剩下一台 投石車了 應該是有機會拿得掉 好 拿多幾村過來直接扁 然後這個 投車能夠拿下 基本上就安泰了 好 好 來不及回頭再打一把 完蛋 現在是倒特有點尷尬 現在沒有辦法 可以阻止這些戰車輸出 趕快拉村民直接去扁 OK 趕快扁趕快扁 只有收掉兩台 生旅全部倒光 沒關係 這個戰車只差一拳 不管了 先扁投石車 這是什麼村民大戰 好 倒特現在肉量已經來到極限 村民速度跟對方其實差不多的狀態 好 但這邊村民可能是沒有辦法活了下來了 這個村民一直在修 倒特在裡面的攻勢 開始出現了 沒有辦法繼續進攻的問題 好 波西米亞開始有機會壓制住倒特了 倒特這邊的投車蓋不起來 好 現在只能被迫防守了 裡面只剩下一台投石車 好 波西米亞在家裡 把這個 倒特在家裡鬧的東西 終於搞定了 現在倒特要全力防守自家了 這裡趕快再安一台投石車吧 好 現在黃金夠 風頭也夠 農田再灑一些 先把這個肉也再穩定下來一點 那打這個戰車的重點 就是要一直用村民去手撕對方戰車之外 自己還要想辦法 不要讓對方一直控到自己的農田 所以其實倒特也可以去野外開圖 因為戰車他們 是這類型的玩家 就是他的想法就是 只會往家裡衝 如果你在外面開個野TC 外面慢慢開啟農田 穩穩發展的話 那這一招波西米亞大招 其實很容易被破解的 那當然對新手來說是不太好破解的 因為經驗不夠 西地國是一個非常吃重經驗的遊戲 只要有經驗了 你就算沒手術喔 還是有可能可以逆轉對手 好 那現在倒特已經點下了第二台投石車 但是投石車是在這裡點的 欸 換了一台 一出來直接換掉 好 那現在家裡的問題還是沒有處理好 讓波西米亞 家裡還是有點顧慮喔 沒有辦法趁心如意的進行的攻擊 倒特這裡 好 那倒特家裡現在黃金已經慢慢穩定起來 但是還是沒有城堡 城堡的部分還是要去野外挖這個石頭才行 但這個石頭就算挖完喔 可能也 欸 好像可以挖出一棟城堡 但是現在有一棟城堡 可能也不是太大的重點 還是這邊要趕快速帝王 速帝王的話沒石頭也沒有辦法 好 但是波西米亞我們剛剛還說完了 要去野外探圖喔 看有沒有野外發展 這個時間點才去偵查的時候 通常是來不及的 對方可能都已經升到帝王時代了 33分鐘 如果有打架的話可能會稍微慢一點點 這邊35或40分鐘升到帝王 那波西米亞這邊其實可以單TC速帝王 趕快去把這個資源透過買賣 買上去也是可以的 最近有免費的挖金挖石 所以挖金挖廠速度非常快 拿去換成食物喔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虧喔 以這個效率來說的話 這個踩食物是比較慢的 挖金挖是快更多的 好 投石車一直瘋狂的想要把 火星馬戰車的血量持續削減 甚至連衝車都來了 讓道特開始有點難受囉 這台投石車直接被5隻大 5隻工程器追殺 喔 差點換掉一台 喔 換掉一台了 但 這個要直接拍了 再一台 完蛋 臨死一發 有砸到 OK 最後是換掉兩台 這邊又想要來蓋寶嗎 但是波西米亞並沒有城堡 這邊只是想要看有沒有黃金可以挖 好 立陶宛這邊升級上去 待會可能要轉生旅站 但是如果這邊轉生旅的話 現在會有問題喔 黃金可能會不夠 這塊黃金挖完就沒了 這邊也撿了一個聖物回家 波西米亞這邊順利的點下帝龍斯賴 倒特這一波可能要決定到底要不要 趕快來這邊挖黃金 然後控制這塊黃金喔 或是要去野外 開展自己的新天地 但最終的目標還是要趕快升到帝龍斯賴 這裡應該是兩邊都在開龍 不會有大打鬥了 這邊波西米亞也要把所有的戰車跟巨頭 往前壓 然後開始慢慢轉一些生旅反制投資車 然後會更好進攻喔 好 到頭已經點下帝龍斯賴 直接大概慢了一分半 OK 救贖思想也點下了 波西米亞待會就可以招響投資車了 好 贖對思想也點下 生旅戰即將開打 已經看到道特有一些生旅了 好 這邊想要來挖礦 那是投資車直接被招走 尷尬了道特 村民過去直接變成了一個 助長投資車 可以被招響的機會 哇 臨死又帶來一發 又抓掉了一隻村民 哇 道特這波有點虧 可能要居了嗎 沒有城堡 也沒有 黃金 後面的黃金可能要不能挖了 等等 這一把直接把道特的黃金給控死 要是這個黃金控死的話 就沒機會了 道特直接拉村民過來想要開扁 好 著想一下 找到一個 自滴嗎 自滴 收進去 來不及 臭命 臭命 要收村 這個聖女給射死 好 巨頭來了 戰車剩下一臺 必須著想 臭命載助手師 戰車全倒 好 但是波西米亞這邊聖女實在數太多 道特可能要沒機會了 帝王時代對手的印刷技術也會比較快好 直接再壓爹跟寶庫來直接給道特最後的一擊 好 應該是沒了 全部的聰明都暴露在聖女的招響射程範圍內 好 但好消息是現在對手沒有辦法正常招響 有機會招得贏嗎 對手剛剛是全部拉聖女去招響的關係 但是沒有辦法招 但是大腿居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對手 NORG11拿下 比賽勝利了 OK 那這場比賽呢 可以完全速做現在的競技場的生態 就是長這樣子 不是你搞我 就是我搞你 然後打法都是文明都很相似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就是由NORG1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大概贏了3500左右的資源 那黃劍的部分贏了3000多也是蠻多的 甚至石頭贏了快要兩棟城堡的資源 不管怎麼說 波西米亞這個打法是相當兇狠的 可能說這個打法非常的 算無腦嗎 也不能這樣講 算是比較有自訂化的打法 這個打法只要一城洗呢 基本上是很難打得住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不要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